嗨 大家好 我是Renny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一台露營神器 申保全自動製冰機 因為我本身是陸友啊 但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我這個月帶去露營幾次 它超美型的外觀還有製冰的功能 在露營區造成了不小的轟動 而且我的家人跟朋友都超級喜歡它的 首先呢 我們先來開箱 這裡面有一台主機 還有分兩個顏色 一個是冷山綠 一個是灰霧藍 是不是都非常漂亮呢? 再來呢 它裡面還有冰勺 以及說明書 非常簡單也非常容易操作哦 只要三個步驟 就可以輕鬆製出冰塊呢 第一步 打開蓋子 倒入水 接著將蓋子蓋上 第二步 選擇冰塊的尺寸 我們這裡的尺寸有分L 及S 大尺寸的冰塊比較不會融化 小尺寸的冰塊比較適合 喜歡口感脆脆的朋友們 我們這裡選擇的是L尺寸 第三步 只要等待七分鐘 就可以產出九塊冰塊哦 哇 是不是超療癒的 一般製冰盒啊 放入冰箱要花一個小時左右 一次又只能做出八顆而已 又很佔位子 但有了這台製冰機啊 我就可以直接躺在下巴上耍廢 回來就有滿滿的冰塊可以使用了 而且不用擔心它的冰塊會滿出來 因為它有滿冰和缺水的智能提醒 而且啊 它可以自動停止運轉 還會亮起指示燈提醒 像現在夏天啊 很多懶得去露營 寧願在房間裡面吹冷氣 但有了這一台呢 我就可以在露營的時候喝冰涼的飲料 還可以將食物呢 做冰鎮保鮮哦 最重要的是 它也不耗電 只有105瓦哦 完全不用怕跳電的問題 真的超方便的 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 深保全自動製冰機 懶人福音及露營神器推薦給大家